就是我有一天在工作 然后接到店里面 店长打电话来电话说 有一位就是老先生 就是坚持不付钱 然后他就说 他还要请全店的客人吃饭 大前年吴山儒出席记者会 分享咖啡厅发生的小趣事 当时坦言 咖啡厅正在转型 希望改线上销售 顺利的话也不排除卖掉店面 结果两年多过去 咖啡厅还在 却被人砸店 就是跟他讲说 我赚的也是进他的口袋居多 那就大家不要计较咯 有房东爸爸金元 疫情期间亏损三分之一 也撑过去 妇女俩在台北东区 合开咖啡厅 儿子路西派后期也进驻 买牛肉面 但这家店被人找麻烦 也不是第一次 2018年咖啡厅 就曾经遭人撒精纸 原因疑似是生意太好 遭人眼红 当时妇女俩还开玩笑 是额外收住 结果现在又被砸店 不过妇女俩投资开店 经验也不少 2017年吴宗仙砸百万 开烧饼店 让女儿吴山儒掌管 抢工早餐 同板商机 不过经营不到一年 就表示受到一粒一修影响 关门大击 你看老板跟那个 光说不恋的人的 说法差多少 好可怕 我们这个有钱就是认识 终于天王吴宗仙 花钱让儿女当老板 每每开店名气响亮 却也意外成为被造麻烦的目标 TVBS新闻 卢红窗 SNG小组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